统计图表 妈妈,隔地的阿花买了一个最新款的包包,我也想要 喝完下午茶,我们就去逛街,把阿花没有买的颜色都包下来 谢谢妈妈 南丁格尔,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妈妈,我不想再过每天喝下午茶和逛街的日子 我,我,我想要当护士 护士! 哎哟,你真的生病了,怎么想要去当护士呢?那是穷人的工作 我想要当护士,我想要帮助更多人 哎哟,孩子的妈,你怎么哭了? 孩子的爸,南丁格尔,想要当护士 啊 哼,我反对你当护士,如果你要当护士就离开这个家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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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 南丁格尔不顾家里的反对,成为了护士 陪到战场帮忙照顾受伤的士兵 好痛啊 我会不会死掉 不要害怕 我帮你包扎伤口 你很快就会康复回家和亲人团聚 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因为南丁格尔常穿着白色衣服照顾病患 所以被称为白衣天使 今天又有十位士兵死掉了 这些士兵都是因为战场的环境太差 感染细菌死掉的 我来整理一些资料跟英国政府说明 让政府可以注重战场的卫生问题 资料真多 要怎么让对方一看就懂呢 我想到了 可以把这些资料画成图形 让对方一看到图形就知道 原来我们的士兵 大多是因为战场的环境太差 感染细菌死掉的 战死沙场的人并不多 你的统计图表很清楚 我们要赶快在战地盖医院 改善环境问题 小朋友 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可以帮我们更快了解资料哦 用图是班上五位同学收集便利商店几点贴纸的数量 你知道谁收集最多吗 Stark 都 age 中文明 最近 我们好看到 第二天 大多识 上面 就让